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谈全球核武态势以及俄乌战争带来的影响 瑞典斯德格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6月17日发布2024年军备裁军与国际安全年鉴指出 随着全球9个核武国家对核威慑的依赖加深 使得世界核武库的数量和类型持续增长 眼下最受关注的是俄罗斯是否在乌克兰战场动用战术核武器 它的结果将会重塑今后的全球核武态势 随着地缘政治关系的恶化 核武器的作用日益增强 斯德格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主任史密斯表示 全球核武库的增长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并且可能在未来几年加速 情势令人担忧 截至今年1月 9个核武国家的核武库 包括已经部署和储备的蛋头总数 为9585个 按照数量的多寡 依序为俄罗斯 有4380个 美国有3708个 中国500个 法国290个 英国225个 印度172个 巴基斯坦170个 以色列90个 朝鲜50个 年间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1月 全球9个核武国家实际部署 3904个核弹头 比去年1月多出60个 这些核弹头 89%属于俄罗斯和美国 据信 中国首次 把少量24个核弹头 列入高度战备状态 相当于一个导弹铝 和一艘满载弹道导弹 核潜艇的部署 从核武库的规模看 中国的核弹头 仅占俄罗斯的11.4% 占美国的13.5% 差距非常明显 不过 这几年中国扩充核武库的速度 比其他核武国家都要快 去年1月有410个核弹头 今年1月增加为500个 增幅22% 美国国防部预测 到2030年 中国可能拥有一千个核弹头 除了中国 朝鲜这一年的核武库增长更是惊人 去年核弹头有30个 今年增加为50个 增长67%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指出 朝鲜有足够的裂变材料 发展核弹头的总量可以达到90个 而且朝鲜正在把新的重点放在发展战术核武器 外界担心 朝鲜可能打算在冲突出奇就使用这些武器 由于俄乌战争进入转折时刻 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威胁 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 今年5月下旬 他下令在南部军区 实施第一阶段非战略核力量的演习 也就是战术核武器的演习 6月中旬 在列宁格的军区展开第二阶段非战略核力量演习 与白俄罗斯联合举行 因此外界普遍关注 普京是否在乌克兰战场动用战术核武器 以此扭转战局 事实上莫斯科是有实力的 年鉴数据显示 俄罗斯核武库包括部署和储备的弹头数量 有4380个占全球第一 其中战术核弹头1558个 也是世界第一 远远超过美国的数量200个 而且投售的载具 涵盖陆基型、海基型和空基型 载具多样 手段多元 比如海基型战术核弹头的数量最多 有784个 从潜艇和水面舰发射 包括由口径巡航导弹搭载 防空领域的战术核弹头 有345个 以S300与S400防空系统发射为主 空基型战术核弹头 有334个 由轰炸机和苏系列战机投射为主 其中苏57战机被分配18个核弹头 陆基型战术核弹头有95个 以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 为主要发射载具 俄罗斯官方称 一般情况战术核弹头不与投送载具一起部署 而是传放在储存库 因此最近两阶段的战术核武器演习 主要是操演陆基型伊斯坎德尔导弹 海基型口径巡航导弹 和空基型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弹药填装 以及前出道指定阵地进行发射操作训练 俄罗斯战术核弹头的平均当量 在1万吨至10万吨TNT之间 所谓当量是指核爆炸释放的能量 通常是用黄色炸药TNT的炖位来衡量 1945年 日本广岛原子弹的爆炸当量 相当于16000吨TNT炸药 90%的城市被摧毁 普京如果真是要用战术核武器 当量应该是设在百吨至千吨TNT之间 除非普京疯了 很难想象 在乌克兰战场会出现第二个广岛 下面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继续来谈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年鉴指出 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 主要是用于弥补与北约相比 在常规力量上的明显劣势 提供区域性 而不是洲际性的威慑选择 并且保持与美国总体核力量的战略平衡 对于俄罗斯举行战术核武器演习的目的 外界有不同的解读 俄罗斯知名军事专家 列昂科夫 他的看法可能最接近实情 他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说 演习的首要原因 是俄罗斯核武库的更新 包括不属于战略和力量的战术核武器 上一次类似的演习是在很久以前的苏联时期 如果现实中有需要 演习能够使部队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 他还说 俄罗斯暂停参加俄美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核弹头需要更新 否则会因为长期的储存而退化 包括所有具有特殊核弹头的部件 都要在一定期限内钛换 延长弹头的使用寿命 作为更新的一部分 军方需要检查核武库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官方的正式说法 列昂科夫引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的话说 演习是向西方国家发出明确信号 警告法国和英国准备向乌克兰派兵非常危险 使冲突升级 情势前所未有 俄方需要以特别的措施来应对 可见北约国家参战 对普京构成巨大的心理威慑 与实质上的影响 战局可能因此而翻转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算 目前美国有200个B61型核炸弹 其中约100个部署在欧洲 供美国和北约盟国战机使用 都是空射型的核弹头 这些核炸弹由美国空军控制 部署在北约5个成员国的6个空军基地 其余约100个核炸弹存放在美国本土 新墨西哥州的空军基地 供美国战机使用 包括在东亚地区使用 俄乌战争发生后 美国开始对英国皇家空军基地 储备的战术核弹头和相关基础设施进行升级 便于应急之用 2023年10月 美国第五代战机F-35A 取得西代B61-12型战术核弹头的技术认证 美国战术核弹头 有四种爆炸弹量可供选择 范围从300吨到5万吨DNT不等 B61-12的最大特点 在于精确打击能力 能够针对抗核加固的地下目标 比如战役级或战略级地下指挥中心进行打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国家安全分析师 苏托3月9日 以独家新闻分析指出 2022年底 美国开始对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打击乌克兰 进行严密准备 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一系列会议 制定应急计划 2022年夏季末 对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军队来说 是一个毁灭性的时期 随着乌军的推进 整个俄罗斯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 美方高层人士认为 这种灾难性的损失 可能成为莫斯科使用核武器的潜在导火索 一位高级官员对苏托说 万一不可想象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应急计划能够使美国处于最有力的位置 如何应对 如何试图先发制人 或者阻止事件发生 美方高层人士评估 俄罗斯可能把战术和打击 视为一种威慑 防止俄罗斯在乌克兰控制的领土 出现进一步损失 或者避免俄罗斯本土遭到任何潜在攻击 如今俄乌战局发生新的转折 俄罗斯本土已经遭到乌克兰远程火力打击 西方援助陆续到位 北约盟国可能直接参与战斗 使得普京动用战术核武器的几率 似乎比一年多前的局面更高 下面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继续来谈 不过苏托在独家新闻分析指出 美方并不确定俄罗斯何时把战术核武器部署到位 战术核武器与能够摧毁整个城市的战略核武器不同 体积小 能够隐蔽转移 也可以从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常规武器系统中发射 难以辨识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如果俄罗斯使用低当量战术核武器 打算只用一个或极少量核弹头 美方并不完全清楚能否在第一时间知道 为了能阻止普京动用核武器 美国多名高层官员展开紧急对外联络 与盟国密切合作 制定应对俄罗斯核打击的应急方案 并且就核打击的后果向俄方发出警告 此外美国努力争取非盟友的协助 特别是中国和印度 劝阻俄罗斯发动核打击 美国官员说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 对外联络和公开声明的帮助下 避免了一场危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教授迪布 5月18日在澳洲人报发表相关评论 他引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贝茨的观点 如果战争出现对乌克兰决定性的有利局面 俄罗斯人可能会通过对乌克兰军队引爆一枚或几枚战术核武器 或通过在空旷地区象征性的引爆核弹头 试图扭转局面 贝茨指出 美国可能有三种选择作为回应 第一 延迟谴责 军事上无所作为 第二 以核武器反击 第三 不进行核反击 而是直接参战 进行大规模精确常规空袭 并且动员地面部队 他说以常规战争应对是三种选择中最不糟糕的一种 因为他避免了不作为或核反击两种选择所带来的较高风险 迪布在评论中指出 澳大利亚不是核武国家 也不是欧洲军事冲突的主要当事方 但是必须鼓励美国盟友 让普京彻底明白 他没有发动有限核战争的选择 换句话说 普京必须明白 即使他使用战术核武器 也可能面临全面战争 和俄罗斯作为一个正常国家 灭亡的风险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尽圈栏目 我是栏目主持人齐乐义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